现在我要带小六和小北去看我们的天鹅 哇 叫了 听到了啥声音 但是这个天鹅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 哎呀 脖子长长的啊 白白的那种天鹅 这个天鹅叫灰天鹅 它跟我们家养的天鹅特别像 它是属于大眼泪的 是可以养殖用来吃的 家里养的天鹅 但是它跟鹅又不太一样 来 我们进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可以肥吗 太重了 估计飞不起来 跟秋子一样 真的吗 哈哈哈哈 跟我一样 不是跟你 哈哈哈哈 走吧走吧 你小心掉到沟里面 还回不起来 你知道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脖子太短了 胖 它的个头很大是吧 对 这个是肉的吗 先量把它擀到河里面去游一下吧 小六子可以去擀 可以擀下去吗 你去跟那个 拿个主感去擀 那我们都去吧 好 这边去 哇 哈哈 哇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哎 它飞不起来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它没有飞 好胖啊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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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好胖 它走不动 对 它不断下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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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动的 它飞不起来 那边也要多吃吧 好壮观 鞋子都掉了 谁的 �au的 鸭子都掉了 鸵子都掉了 鸵子都掉了 哈哈 鸵子都掉了 喉猿 鸵子都掉了 这个可以 水不过菜 可以吃的 好好吃的 很多啊 ¿那边有这个水晶菜吗 没有 就是像这种就可以剪了 对呀 就是这个吗 哦 你把鹅的鞋都下掉了 可以吃的 好好吃的 很多啊 你那边有这个水蝶菜吗 没有 就是像这种就可以剪了 这个吗 意外收获 确定这个能吃 能吃完 跟那个蝶菜差不多 来我先把这个拿好 我们真的是灭绝师太 走到这里灭到了 这个夏天 这个季节很多野菜的 这里你不摘它就老掉了 摘摘了好多水蝶菜呀 你吃的鞋子地龙啊 小六哥 我想把它放回去 这是不是很好玩 好玩吗 小六哥一看到地龙 就已经控制不住了 没有 他把垃圾起来的 我想把它放下去 看这个没有鹅蛋 应该没有啊 现在的鹅蛋 小心点小心 往上说 黑一斤鹅 真大珍贵的 黑一斤鹅 还真贵一点 黑一斤鹅 那是准黑的 像这种黑不黑 白不白的就不值钱 是吗 黑一斤鹅 黑一斤鹅 这个鹅 要养多久能长这么大 感觉它体型好大呀 这鹅是六个月 养六个月才能长这么大 对 这鹅也不便宜了 这天鹅 一斤三十块钱 一斤 一直能养到十多斤 肉鹅嘛 也能卖到四百块钱 属于大院类的飞天鹅 这也是属于特种动物 就是我们就利用我们这边的这个黄草基地啊 它的那个自然长出来的草 哦 它就吃这里是吧 吃那里的草 蝦是生菜的蝦 那个 然后我们桃子也是生菜的桃子 那你们养的这些鹅是用来做什么 嗯 我们养的这些蝦啊 就是用来做天蝦 验 招待蝦 像你们这些的贵宾 你们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尝一下 我是癞蛤蟆 想起这个肉 哈哈哈 我跟你说 在这里就是我跟你和小北 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先提前郑重的邀请你们 到时候黄桃熟了的时候 来我们这边吃黄桃 然后吃天鹅宴 可以 还有这么好的自己 去吃某的那个黄桃基地 一百多米 一百多米 广西不是有肉加磨吗 然后湖南淮化就是黄桃加天鹅肉 哈哈哈 下期一定要来啊 好好好 我们叫更多的朋友一起过来 好好好 然后买单不是我买单 莫大哥买单 哈哈哈 莫大哥 这么贵 30块一斤 今天请你们吃一餐 天鹅肉 我们都是类行吗 哈哈哈 我是我是 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先谢谢牧大哥了 先提前谢谢他 别忘记了 别忘记了 好啊好啊好啊 不能忘记 到时候黄桃熟的时候 我通知你们 好 好 来我们就都过来 好 不光是男的想吃天鹅肉,女的也想吃天鹅肉 男的也想吃天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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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賴阿麻就要吃一股天鹅肉了